好的 今晚的香港風雲特別報導我們的來賓 特別為您邀請到盲人維權律師 同時也是美國天主教大學的訪問學者 美國威瑟私旁研究所人權就解除研究學者 陳光誠先生要帶我們深入洞察 中共對付香港最暗黑幽微的手段 並在最黑暗之中跟我們一起找尋光亮和力量 陳光誠先生歡迎您 你好 董寧 好的 在請教您問題之前 我想先介紹一則新聞 就是根據統計顯示 香港現在反送中事件以來 自殺的人數可以說是不斷地在攀升 今年從6月中旬到9月中旬 香港總計發生了109起的輕生案件 尤其是在831太子戰事件之後 增加的是最多的 而這些被稱為輕生案件 呈現了眾多的疑點 例如說港警不願意公布監視器的畫面 墜樓附近沒有血跡 死者也沒有留下遺書 那麼火化遺體的速度也是出奇的快 而這些疑似輕生的年輕人 幾乎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都曾經參與過反送中運動 而種種的跡象也顯示 內情似乎並不單純 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 為什麼會頻頻出現這種被自殺的事件 中共對付香港的暗黑手段 是不是越來越兇殘了 那麼香港的年輕人又是否都已經做好了 您化灰飛不坐浮沉 這樣的一個準備和覺悟呢 陳光誠先生 我覺得這個現象充分地說明 中共已經把在大陸內地對付這個覺醒者的那套手段 完全地搬到了香港 實際上很多這樣的信息在中國大陸都是類似的 一直在發生的 有些人中共說他們自殺 但實際上現場發現不了什麼血跡 實際上就是被中共酷刑致死以後 然後從樓上扔下來 製造一個自殺的假象 這是中共一貫的做法 所以在香港現在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是中共黑手在通過黑手段 來對香港製造這種恐怖 想把這種恐怖直接植入到香港人的心中 讓大家為了短時間的安全 不敢走上街頭去爭取他們原本就屬於自己的權利 所以在這樣一種狀況下 剛才提到香港警方不願意公布這些數字 這又很像是中國大陸內地 這些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 當中共想抓人的時候 這些攝像頭都在起作用 當社會的真正的刑事案件發生以後 比如說雷洋被打死 那這些攝像頭往往都是壞的 往往就是不工作的 實際上就掌握在攝像頭背後的一個專制政權的手裡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的警方他已經失去了原本已有的這種合法性和正當性 他已經不能以一個合法的身份來維護香港的正義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民應該重新組織起來 為了維護這個自身的權利 為了維護社會公正 為了維護香港人最基本的這種安全生活 應該有一個代替的方案 而且要取代的還不僅僅是警隊 人民有權力決定一個 是不是為了人民在工作的政權 政府 好的 陳光誠先生提到這個重組警隊 事實上最近我們在這個香港反送中運動當中 聽到的五大訴求之外的另外一個訴求 就是所謂的解散警隊 或是重組警隊是刻不容緩的 稍後我們也會提供最新的這個香港民眾的民調數據來談說 他們究竟為什麼支持這個重組警隊 不過我想回到剛才我們前面美國之音駐香港 今天有三位記者在不同的現場 跟我們傳來今天最新的畫面 那麼其中就有一位記者他訪問的是 在街頭抗爭的這個年輕人 他是說他已經寫好了遺書放給家裡的爸爸媽媽 說對不起我要先走了 請你們好好照顧自己 那另外一位要逸 他也訪問到一位何先生 他現場看到這個畫面 就是滿街抗爭的都是年輕的孩子 說這樣純潔的臉孔 怎麼有辦法警察有辦法下這樣的重手 但是事實上我們看到都是年輕人 包括被逮捕的2500多人當中 有三分之一是18歲以下的未成年 然後一個14歲的小孩被警察近距離的擊中胸口 15歲的陳彥霖 大好青春的這個女孩子 在水中全裸被打撈起來 19歲昨天又有一個男孩子在年龍牆那邊 被開場破肚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陳廣誠先生 我覺得這背後就是中共在操作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想一下 像陳彥霖他即使要自殺他會脫光自己自殺嗎 這個我覺得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實際這個中共的這一系列的做法 現在在香港 或者說通過香港這樣一個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讓世界看到了 在中國大陸內地多年來 中共一直用這種殘忍的手段來對付民間社會的成長 來阻止中國實現民族 那麼實際上 他已經完全不具備合法性和正當性 他只是人民的一個敵人 他是奴役人民的一群人 那麼香港人 特別是香港年輕人的這種覺醒 這種獨裁者的認識 我覺得這是人類的一大進步 也是中國大陸內地人應該去效仿和學習的 我們面對這些殘疾人的勇敢 面對他們的堅定 面對他寧坐非灰不坐浮沉的這種 決然決然地走上街頭去對抗這個專制政權 真的有點慚愧 我們被這個專制政權奴役這麼多年 如今卻要靠我們 為成年的孩子走上街頭來爭取這樣的權利 我覺得大家應該思考一下 就是現在你我 我們應該為他們做些什麼 我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剛才您特別提到了這個15歲的這個女孩子 陳彥霖的這個案子 事實上這也是目前為止在整場運動中 演變到現在超過四個月 在街頭的抗爭者當中最揪心的一個案子 因為雖然說陳彥霖她的學校已經公布了 剛剛你說的很多秘錄電視的畫面 一開始有不公布 公布之後又出現這個秒針會跳動等等 這個至少16支的CCTV都公布了 大家全部看完之後 現在這個她的媽媽也出來接受專訪 說她媽媽相信自己的女兒是自殺的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不管是昨天禮拜六快閃的街頭的遊行 還是今天這個九龍大遊行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抗爭者 他們還是拿著這個燕玲的這個照片 不斷地為她默哀 甚至希望能夠從法律的途徑 為她找出一個真正的死因 您怎麼看這個案子演變到現在 變成目前反送中抗爭者 年輕人他們最大的一個訴求 跟揪心的一個要點 關於這個我想我想談兩點 一點就是說 這個香港的警隊從目前為止 相當程度上已經變成了一個 中共暴力政權的一個幫兇 已經成為他們的家丁 已經成為他們的惡奴 他已經不代表警方了 不代表正義了 關於陳彥霖他媽媽那個話 我覺得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說 其中有一句最重要的 大家應該注意 那就是說 我希望他們能夠放過我們一家 這是在什麼樣恐懼情況下 說出來一句話 那麼在一個完全從內心充滿的恐懼 就被中共恐嚇的這樣一個人 他說他女兒自殺 大家覺得這是可信的嗎 這是他真實意思的表達嗎 如果不是他為什麼要這樣表達 我們大家需要思考 需要找出背後的原因 那另外還有一個案子 最近也受到大家的關注 就是也是一個非常年輕的 一個17歲的一個孩子 這個他是去用歷刃去割了這個警察的脖子 然後但是接下來所引發出來的是 究竟這個警察他的身份 為什麼沒有辦法被香港警隊給公開 甚至沒有辦法證實他究竟是誰 只有一個X的代號 那麼就有一些傳言說 現在可能中共已經有一些所謂武警 或甚至是特工混入了香港 甚至是潛入了香港的警隊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些傳言 我覺得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懷疑的 沒有什麼疑問的 實際上這些人都變成了IS 你想想 他們本來的這些基本數據都應該在那裡的 那麼現在變成了IS 實際上不僅僅是這個中共在找牙門的警隊員 不公開的問題 而是他們在刻意掩蓋 其實在中國大陸 中共在作惡之前 它往往都是事先準備好 防止信息被洩露出去 比如說他們要派這些武警 或者是這種公安出去做壞事 出去搶屍的時候 他們要事先把周圍的攝像頭關掉 他們事先要把車牌用東西擋起來 他們事先要把周圍的人 特別是跟他們觀點不一致的人 全部都趕走或者軟禁起來 然後就做這樣的壞事情 那麼香港這件事情 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 也非常清楚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 就是說他們已經把他的信息全部都隱藏 盡最大可能的把它不要讓大家知道 這是中共做的 另外 中共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有一套非常完備的維穩系統的一套這個說詞 比如說有一個說法叫消除興奮源 那麼在中國大陸這一二十年來 每當這些普通的平民被中共的惡警打死或者被害的時候 中共就會派出大陸的武警到現場去搶屍 他們就適用這樣一個原則 叫消除興奮源 把屍體搶走 盡快地去給你火化了 讓大家 在他們看來 只有這樣才會讓大家 把這種憤怒的情緒比較快地平息下來 這是何等的邪惡 還有就是把這些抗議 把這些追求正義的人 控制在一個具體的範圍內 包括黑監獄 那麼他們把這個稱之為叫吸附在當地 這都是中共的一些維穩術語 這些做法已經跟正義與政府 已經完全掛不上鉤 這純粹就是一個面對人民的一個邪惡政權 在完全喪失人性的情況下 為了它的專制政權不擇手段的一個具體表現 所以在香港目前發生的這種狀況 我想大家應該清楚地看到 如果香港不能夠完全地爭取到五大訴求 特別是雙真普選 那麼香港未來的命運 現在大家看到的可能還只是冰山一角 將來大家會具體體會到中共那種 如何的不擇手段 完全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 對你任何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體 進行打一些迫害的那樣一種狀況 到那個時候可能真的就沒有辦法改變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年輕人站起來了 我們看到香港超過一半人 數百萬人走上街頭了 那麼全世界有正義良知的人 應該動用起你手中 你周圍所有的資源來支持香港 香港這樣一個處於民主和專制的這個分界線的地方 從制度上講它有自由有法治 但是沒有民主 那麼現在的自由和法治 也基本被中共破壞盡了 雖然僅僅過了二十幾年 可是如果我們民主社會 繼續地對此視之無見 或者說不能發出足夠強的聲音 不能夠做出足夠強烈的明確的反應的話 那麼這實際上就是專制和專制獨裁 與民主自由的一個博弈 所以香港絕不只是香港的問題 它是人類價值的問題 它是整個人類能否儘快地走出野蠻 進入文明的問題 好的 那麼方法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我覺得我們應該携起手來 和香港的這些年輕人和香港市民 站在一起去討伐中共這樣一個邪惡政權 我們看到原來香港是何等的威名 自從有了中共以後 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也不難看到 全世界凡是有了共產黨的地方 那裡的人民就沒有好下場 那裡的人民就必然刀殃 大家回頭看看 無一例外 除了剛才請陳光誠先生 跟我們這個詳細分析了這個香港的兩個個案 陳彥霖的案子和這個刺刑案之外呢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比較整體的這個客觀的這個民調 我想請陳光誠先生看看你的看法 因為這個香港的民報是委託了中大傳播和民意調查中心 正在這個香港市民對警察的信任程度來進行調查 那麼這個民調顯示 現在香港市民對警方的信任度已經下跌到了五次民調進行來的最低點 那麼受訪者對於警方的信任度平均只有2.6分 那麼10分是滿分的 當中有51.5%的受訪者是給予警隊完全的0分 就是完全的不信任警察 另外有9.3%的受訪者是給予10分滿分 就是說完全信任警察 所以我們其實稍後也可以談一下這個完全這兩邊黃斯蘭斯之前的真相是越走越遠 也有完全信任警方的 不過另一方面呢民調結果也顯示了現在有將近7成 也就是68.8%的香港市民是支持要大規模的重組警隊的 那不支持的有22%這個比例是比較懸殊 有將近7成的香港市民現在是支持要所謂的解散警隊或是重組警隊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份民調呢陳光誠先生 我覺得這已經清楚地說明了民意說明了人心在哪裡 說明了中共這個政權這港府已經徹底失去人心 我覺得重組警隊這只是一個具體的一個措施 真正的根源就是要解決雙普選的問題 如果不解決雙普選 組警隊如果人民沒有主導權 重組的警隊還可能是違背人民利益的 是維護這個專制政權的 所以我覺得人民一定要掌握主動權 不管是重組警隊還是重選政府 還是更替政府 這個必須這個主動權要掌握在人民手裡 否則人民的基本權利沒有保障 那你看看現在香港到什麼情況下 大庭廣眾之下開場破度 大庭廣眾之下 這暴徒蒙著面 拿著錘子去打層子結 這已經到了什麼狀況了 對吧 這在中國大陸也不是沒發生 這樣事情經常會發生 對吧 當年郭飛雄就在泰斯村外被打了 實際上打人的人我們可想而知 為什麼找不出真凶 為什麼不能夠有足夠的依法處置 打人的人就是共產黨的人 就是警隊的人 就是他們安排人去幹的 在中國大陸 原來他們也對我的家人 他就這樣的手段 開車去撞我的哥哥 然後半夜開著警車 往家裡扔這些石頭 啤酒瓶等等這一系列的手段 警察不出警 這都在香港現在也體現出來了 所以可以說是中共把他之前 在這個內地的一些維穩的 所謂的暗黑的手段 現在等於說是整個把搬到香港去 而且是變本加厲這樣一個情況 可以這樣說嗎 對 我覺得實際上 中共原來就是想把 在中國大陸管理農村的那一套 所謂存民選舉的那一套搬到香港 想整個控制香港政府 讓這個所謂的基本法 讓這個一國兩制 徹底的就淪為笑談 但是我們看到呢 由香港人的覺醒 那麼不斷的反抗 那中共現在沒有辦法 那個手段已經徹底破產了 想通過把村民自治搬到香港 那一套已經破產了 那現在呢就把在中國維穩 迫害維權人士 迫害決心者的那一套搬到香港來 公開的做不到的 就用暗黑的手段 我當年的律師 為了到林毅去看 我就被中共這個公安 直接派人從巴士上拖下來 用鐵棍打到這個 打到頭破血流 深打掳骨 那這樣的一個手段 大家對比一下看看 就是今天香港的這個狀況 一點都沒有區別 報警警察不出警 即使出警也假裝不知道 或者查不出結果 就這麼個狀況 香港現在也完全一樣 不過我們回到剛才 我們前面那張民調 也就是民報所做的 針對這個香港民眾 對於警方的信任度 這樣一個民調當中 其實也蠻奇怪的 就是還是有9.3%的民眾 是給予警察完全信任的 十分滿分的 這是不是凸顯出現在 整個香港之間 所謂的不信任 有些藍絲認為的真相 跟所謂黃絲認為的真相 其實是越走越遠的 對於警察可以給零分的 有這麼多 但是也有一些人 居然還是完全相信警察 這是不是表示說 整個社會已經進入 一種完全不信任的狀態呢 陳光誠先生 我覺得社會的 這個態度已經非常明確了 社會對於公安 對於警察的這個 這個我覺得香港的警察 我們以後可能要叫香港公安吧 換一下可能更貼近他們的身份 實際上我覺得那9.3% 這個也不難理解 在任何一個社會當中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去覺醒 另外呢 很多人我覺得他們本身 可能也是跟這個政府 跟這個政權 有著某種特殊層面上的關係 或者意義 在這樣一種狀況下 就很像是 目前這些官二代 富二代的留學生在美國 他們也是華人 但是他們卻代表的 不是中國人 而是中國獨裁者 中共這個壟斷集團的利益的 所以香港那個調查當中 我覺得這9.3%相當程度上 除了還處於蒙昧當中的人之外 那就是這樣一批人 所以說他們本身就是 利益集團的一部分 他們所說的話 可能不是從一個公平公正的 角度出發的 他們是從他們的利益出發的 那這個狀況下 你就很難作為一種考量的標準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民意 已經非常的明確 政府在人民心中的信任度 已經降到了一個 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的狀態 必須改變 好的 那除了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個中共似乎把 在內地這個維穩的 所謂暗黑的手段 是整個移植到香港 而且是變本加厲 越來越兇殘的 來對付香港人之外呢 另一面我們看到 是香港的年輕的抗爭者 他們似乎也做了 這個粉身碎骨的決心 剛才前面我們記者 已經提到訪問到的 這個抗爭者是寫好了遺書 放在家裡給爸爸媽媽媽 請爸爸媽媽好好照顧自己 然後自己不怕死 然後另外我們前線記者 也傳回來 他在這個現場拍到的一張照片 是在這馬路上 年輕人他寫下什麼呢 他寫下 您做非灰 不做浮沉 我們請導播給我們看一下 這個畫面 是我們前線記者 黃耀義 他在這個地上拍到的一張畫面 那事實上這八個字 是當年這個前 香港的總督彭定康 他在最後一次施政報告當中 所提到的 引用了美國詩人這樣一句話 那麼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就正在用他們的生命 在實踐這八個字 他們寧做非灰 不做浮沉 而且是即便是習近平說了 這個分裂國家 可能會面臨的是粉身碎骨 他們看到了陳子傑頭被打爆 看到19歲的孩子 在街上被開場破度 他們還是做好這個 必死的決心跟準備 你怎麼看 香港這批年輕的抗爭者 他們的決心呢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可敬的 其實人呢 我覺得 您做非灰不做浮沉 這個清楚地告訴我們 你要是苟且偷生 依附於中共這樣一個專制政權 其實隨時都會被這個 吃人的政權所吞沒 他所那種生活真是 生不如死的一種生活 所以很多人沒有體會到那個狀態 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 已經清楚地意識到 這樣一種狀態 那麼這個事實也清楚地說明 不管你中共的黨魁習近平 做出什麼樣的威脅 你想控制香港的這種可能性 已經是沒有了 已經是零了 年輕人已經清清楚楚地 認識到共產專制政權的邪惡 你將來想繼續控制香港的可能性 就沒有了 從任何一個角度講 香港的未來 肯定是屬於香港年輕人的 你中共原來的那種想法 就徹底地破產 你中共現在如果不能及時地收手 只有一個結果 就是通過在香港的 一系列的黑手段 儘快地協助全世界 認清你的邪惡本質 只有這樣一個結果 中共在香港繼續這樣 胡作非為下去 只有這樣一個結果 就是配合香港人 讓世界人 了解他的邪惡 讓世界人盡快做出 動用一切手段來消滅 這樣一個專制政權的決定 這就是香港 目前鬥爭的一個結果 繼續下去 就是會有這樣一個 最終 讓世界人認清中共 從而消滅他的這樣一個結果 所以香港人 你們的勇敢 鼓舞了全世界 我們會和你永遠站在一起 支持你們去推翻中共 這樣一個專制政權 支持你們爭取 原本就屬於自己的這種 民主自由 人權 法治的生活 這個 完全符合 基本的正義原則 那麼接下來 陳公辰先生 我想請您 從您自己的經歷 跟我們再進一步分析 這個中共 他的可能對香港 採取的下一步 因為我們知道您在山東 第一手的也經歷過這些 最黑暗的這些中共 可能對不同意見者 所施加的一些手段 那麼或許您在這個 最經歷過最黑暗的過程當中 可以給現在的香港 一些力量或是亮光 所以說我想要知道的是 現在如果香港 中共對他們採取的手段 是這種包括可能特工潛入 或是跟蹤暗殺 都不能夠去消滅 抗爭者的意志的時候 而拖延下去 又可能會有風險的時候 究竟中共還有什麼選擇 他手中還有哪些牌可以出呢 就您所了解的中共 我覺得從陳延齡的案子 大家可以看出端倪 中共的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給你的家人施壓 通過株連的手段 株連十足這種手段 來讓你的家人 你的親友都來給你施壓 然後讓你沒有辦法 自己堅持下去 讓你覺得好像 周圍人都在反對我們 造成這樣一種假象 當然對於家人這種施壓 這種恐怖 背後都是威脅了 當年中共也對我 是這樣的手段 曾經派人去威脅我 就告訴我說 你如果繼續做 這樣的人權工作的話 那你很可能有一天 就會被人開車撞子 那樣的話 你說警察也給你查 但是就查不出結果 你有什麼辦法 就直接這樣威脅我 所以我覺得 中共這種黑手段 接下來的很可能是在 很多年輕人的家人身上 做手腳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想到的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朋友們 特別是這些家長們 你們要堅定你們的立場 堅定正義的立場 孩子們的做法是沒有錯的 孩子們做法是一種正義的 我們如果怯懦 我們如果 這個畏懼 那是我們的恥辱 請一定不要 給我們的孩子施加壓力 我們一定要支持他們 他們做的沒有錯 我們的懦弱已經導致了香港 相當程度上被中共控制 對吧 這20來年 大家可以看到 從一開始就不應該相信共產黨 你對他任何一點相信 結果就是被他奴役 結果就是被他愚弄 這是我的親身經歷 所以對於共產黨 你不要有任何的信念 你只有用你全部的智慧 來反擊他 來戰勝他 中共這樣一個邪惡政權 它是一個不學無數的 它除了暴力和謊言沒有別的 你只要想辦法克服它的謊言 與暴力 你就必定會取勝 所以面對中共 在全世界目光聚集的這種情況下 不敢直接動用這種 傳統的所謂的這種 像六四一樣這種暴力鎮壓 他們用的這種黑手段的危害性 一點兒不小 而且這種危害性 在人們心中的陰影 會存留很長很長時間 所以說 爭取全世界的支持 堅定的支持孩子們 反對共產專制政權 接下來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 如果你退一步 那可能真的是 將來就會成為中共手中 任意把玩的一個奴隸了 一個奴才了 剛才您提到六四 前面我們記者在連線的時候 他在牆後面也出現了 抗爭者寫下平反六四字樣 其實六四是大家思考 這反送中運動當中很擔憂的一點 究竟北京最後會不會採取那樣的手段 我想留到最後再請教陳光誠先生 因為我想要兩個跟台灣比較有關的問題 想要先請我們分析 因為就像您剛才講的 就是說 中共的黑手段 沒有辦法讓年輕人屈服之後 他可能像您講的用 像他的轉而 像他的家長去施壓 那現在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港府似乎想要把這壓力 舒緩到台灣那邊去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 整個反送中運動的導火線的 這個潘小禹命案的這個兇手 也就是陳同佳 他還在獄中 他已經透過他這個 在獄中的這個牧師跟律師說 他出獄之後願意到台灣去 所謂自首或是說講投案 那麼林鄭月娥昨天也特別講了說 如果他真的能夠去台灣投案的話 或自首的話 那真的是可以 對整個四個月來的反送中 是一種令人感到釋懷跟寬心的結局 您認為現在港府是不是試圖 想要把這個壓力或這個球 踢到台灣那邊去呢 陳光誠先生 我覺得不管他想什麼樣的手段 這四個月來 對於香港人的教育 遠比人的一生當中 受的這一二十年的教育 還要來得深刻 還要來得刻骨寧心 所以不管港政府想出什麼樣轉移 這種大家實現的這種手段 都不會奏效 我覺得那只是一個個案 現在真正的一個關鍵問題 是通過這長期的這種教育 這四個月來 讓香港人已經清楚的認識到 中共這樣邪惡政權 如果在香港有任何的空間 對他們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那麼之所以 現在他們把香港這件事情 和台灣一定要放在一起 我想很明顯的一點 就是說 中共一直說民主不適合中國 那麼香港和台灣 台灣的民主法治自由 與香港的法治 至於獨立司法都已經清楚的說明 有了這些人們的生活 各個方面都會好處很多很多 這個謊言在中國大陸已經騙不下去了 再加上 香港我覺得也不要去刻意的回避什麼 因為你沒有必要去回避 多年以來 香港每逢六次的紀念 一直是中共內心的一個次 如盲在被 早就想想盡辦法控制香港 所以從2003年的 那五十萬人大遊行 讓二十三條被迫 數字高格之後 中共就從來沒有停下來 對香港進行滲透破壞和影響 那麼他們可能覺得 這十幾年下來 香港已經被控制差不多了 所以開始 借助陳通家這個案子 想對香港進一步的 從司法的角度進行控制 因為大家已經習慣了司法 只要立了法 他就可以控制 但是現在來看 這一步已經破產了 其實最主要的 香港 台灣 對於中國大陸 民主未來的燈塔性效應 是非常非常強的 隨著現在科技的發展 中國人民現在多少人 都已經對此有了如指掌 非常清楚地知道 很多大陸人 對香港發生的事情 非常清楚 但是他們不在公開的場合討論 也是因為長期與中共抗爭 他們有了非常強的反偵察能力 他們知道中共在網上看著他 他們也在網上看著中共 但是除了在私密的空間裡 他們在討論香港的事情之外 公開他們不會再為了 轉發一個帖子二到監獄裡 待上15天 轉發幾條帖子二被拘留 37天 他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做 但是並不等於他們停下來 所以說未來我覺得 不管香港採取什麼樣的手段 通過這四個月的教育 港人對中共的認識已經不可逆轉 好的 陳光誠先生 香港發生的事情 也讓台灣人清楚地看到 那些親共派 如果你想和中共去圍武 結果就是不僅葬送台灣 也會葬送你自己警惕 提高警惕 好的陳光誠先生 我們今天的香港風雲特別報導 有很多的網友發來他們的評論 當然也有包括不同的觀點 想請您做一些點評 余次郎這網友他說 只要中國的公安一混入港警 被自殺這種事情就會層出不窮 可見中國公安的素質 跟中國的維穩是怎樣圍出來的 此事已然就是在這樣的匪類控制之下 而無力反抗 另外一位TED洪逸瑜也說 香港從此將永無寧日 苦的是老百姓 很快就會有失業大潮百業蕭條 美國的警察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早就開槍鎮壓了 西班牙巴塞龍娜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沒有西方國家來譴責警察呢 這位網友發表的是不同觀點 會稍後也請陳光誠先生回應一下 另外還有一位Mike Wong 他說建議暴徒們勸身邊的家人和朋友 不要在錯誤荒陽道路上繼續前行 以面掉入萬丈深淵粉身碎骨 中國有一句話叫做螳螂捕蠶黃雀在後 暴徒們以後遭到清算的時候 就知道為時已晚了 另外還有一位崇貞溥儀敬平 這位網友他說 香港人起來抗爭就是暴亂 共匪武力奪權就是偉大的革命 這不是明顯的雙重標準嗎 還有一位蔣春他說 港人的五大訴求無效 先搞清楚香港是一國下的香港 作為中國一個行政區 任何可以導致出現對抗中央的訴求 都應該拒絕 這是我們網友們 對於今天討論的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許請陳光誠先生 稍微跟我們綜合的來點評一下 包括其中有提到 就是說這些香港的年輕的抗爭者 可能要面臨的是秋後算帳的一個局面 陳光誠先生 我覺得現在最擔心清算的是共產黨自己 共產黨已經清楚的認識到 自己的來日無多了 他的沉船計劃也已經 在全世界認清中共的這種狀況下 已經後路被堵死了 他已經沒有退路 他用這個來威脅別人說清算 其實他最擔心的是他自己被清算 因為中共在歷史上犯下了太多的罪 太多的罪惡等著他要被清算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覺得形容中共這個爪牙公安的 這一個說法在中國大陸一直流行 而且流行了很久 他們把他們歸結為新的四害 老百姓的順口流是叫公檢法 國地稅 中間那個我就不說了 最後一個是黑社會 所以就是說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中共的這些暴力機關這些部門 都已經和黑社會一直是畫了等號的 只不過是不生活在中共專制之下的這些人 不太了解不太認識而已 所以現在香港人體會到了 但是我告訴大家 相對於中共在中國大陸所做的惡來講 這還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不抗爭 如果爭取不到真正的普選 剩下的整個冰山會壓在你們身上 所以沒有退路 必須前行 不達目的 絕不罷休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一種基本的形式 那麼實際上 剛才還有很多人在替中共說話 我覺得這些人 一方面是被中共長期的宣傳和洗腦蒙蔽 另一個就是他完全不明白 除了他生活的環境之外的一些狀況 比如說中共在聯合國簽署的 國際人權憲章當中所承諾的東西 中共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當中 在98年就已經派人簽署 到現在已經拒絕執行 實際上中共是一個非法政權 它不僅違背自己所定的憲法 它也在違背聯合國國際人權憲章 在違背國際法 那麼這樣一個大環境 你如果看不到的話 你怎麼去衡量中共所做一切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它的權利本身來源就不合法 它就是一個劫匪 它就是綁架了中國 我挾持了政府來奴役中國人民 現在還要奴役 香港特區人民的這樣一個專制政權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考慮 你就完全地明白了 好的 由於時間關係 我們討論就到這邊為止 非常感謝陳光誠先生 同時也是盲人維權律師 天主教大學 也是威瑟士旁研究所的 傑出研究人權學者 陳光誠先生今天能夠播放 來到我們香港風雲特別節目 感謝您 謝謝 非常高興給大家交流 好的 也請聽眾觀眾持續地關注 美國之音V2位衛視的香港風雲特別報導 我是凡東寧 也請您稍後9點到10點 繼續收看我們今晚的海峽論壇節目 謝謝大家